盘电影时代军上春晚的明星 1985年凭借着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 掌握第六届中国电视飞天奖最佳女配卷奖的宋丹丹 首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演出小品《懒汉相亲》 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欢声笑语 频频爆出的兼具更是广为流传 更揪心中国足球 好 请二老继续听题还是一道抢答题 问奥运会是国际行为 我们每个火炬传递手都要多多少少掌握一点外语 请问茶叶的茶英语怎么说 七 绿茶绿梯 红茶呢 他和赵本山成为了几亿人的快乐源泉 但是后来的宋丹丹却消失在春晚舞台 小品太难弄了 让观众笑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比让观众哭有压力 当着这么多人 你即便你开一个会 你要发言 你都会肾上腺素 你都会加快 你就是会紧张 是直播呀 你吃螺蛳怎么办 嘴掰不开了怎么办 忘词了怎么办 落了道具怎么办 其实哪一次都没底 上台之前都心里都没有底 到第一个包袱响了 观众笑了 你才会心里稍微有一点安慰 非常紧张 面对全国观众直播 突发情况特别多 很多观众心里 跟我有一样的一个问题 您还会演小品吗 不会 真的不会了 你创作能力降低 人不可能永远都会演 真的 人不是老有才能的 任何一个行业 你不可能老行 我不希望我 让观众虚下去 我还是愿意自己走下去 自己不会在一上春晚 是因为创作不出来了 能坦然看待得失荣辱 我被楷模 花钱吃喝 有人花钱点歌 有人花钱美容 有人花钱按摩 先我布个好活 有人花钱 顾我陪人闹歌 1995年 龚汉林与赵丽荣老师 合作的小品如此包装 在春晚舞台播出后 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龚汉林也开始了 自己的喜剧之路 功夫令 装修 开锁等都是好评录 表演完最后一个小品 美丽的尴尬后 春晚舞台便再也没有 龚汉林的身影 大众对她的消失 纷纷猜测 直到一次采访 龚汉林为大家解开了谜底 这个节目是一种什么形态 我就婉拒 包括今年 我仍然婉拒 因为这个节目 我一想 第一反应 这不够春晚的水准 我个人觉得不是什么节目 都可以拿到春晚上去 因为在这一时刻 全球的华人在看 我们要对这些人负责 在这时刻 我觉得要把最好的表演状态 最好的节目形态 最好的演员阵容 放在那里 让大家去欣赏 去享受 我不需要脸熟了吧 17年了 大家已经记住我了 所以宁缺不滥 主要源于 赵立荣老师临终前的增言 干咱们这一行 不能将就 要讲究 让他渐渐单出舞台 不管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舞台 其他三位天王都参加过 为啥独独没有张学友呢 其实春晚导演 多次发出邀请 但都被张学友拒绝了 原因是要陪家人 确实让人无法反驳 毕竟偶像这么顾家 不也给粉丝 做了一个很好的表帅吗 如果的路 再也不能停录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最后我的爱情 再不是你慢慢成就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最后再点忍的 不是你我被遗忘 那英王分一首相约酒吧 惊艳了全国观众的耳朵 音乐成为这首可热的音乐天后 但后面几年 却再也无缘春晚 原来在那年 那英唱的歌曲里 夹杂了一些英文 导演组怕观众听不懂 让它翻译成中文 但是那英执意坚持原版 协商不通 后来就直接拒绝上春晚 一代功夫俊兴李林杰 也曾多次接到春晚邀请 但都被婉拒了 自己一年出境率太高 不想太高调 身处高位却耐得住繁华 作为曾经春晚小品的扛霸子 陈佩斯和春晚有着不解之缘 1984年 陈佩斯和竹石帽主演的小品吃面条 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之后也陆续为大家带来了 警察与小偷羊肉串等塑造了 一个个生动形象的小人物 为大家带来很多快乐 但是在1998年 演完王业宇邮差后 他却告别了11年的春晚之路 有人质疑是江郎才进 其实是因为把央视告示了法庭 原来央视下属子公司金群 做成VCD肆意出售他的小品 一怒之下陈佩斯把央视告了 毫无悬念陈佩斯赢了 后来央视再向陈佩斯 抛出橄榄枝都被他婉拒了 毕竟破镜难重圆 连续十多年担任央视春晚主持人的倪平 是春晚的一块金子招牌 1999年春晚过后 倪平拒绝再上春晚 很多人认为 倪平是因为刚生完孩子 身材还没恢复 直到20年后 倪平才到处实情 原来刚满月的儿子 查出眼睛有问题 意识难以接受 当时的他压根无心主持春晚 但是央视领导给他做思想工作 全国人民需要他 倪平万分感动 于是又回到了春晚舞台 让我们共同祈福 神州大地 我们家什么年会儿也没买 就剩下一头猪和一头驴 你说我是先杀猪呢 还是先杀驴呢 那你先杀 给你们两个机会 驴肉好吃 先杀驴 先杀驴 恭喜你答对了 猪也是这么想的 春晚三十周年之际 春晚导演韩文多次邀请杨丽萍上春晚 却遭到拒绝 他说自己年纪已经不能完美 全是舞蹈的魅力 更不能烂于充数 当时杨丽萍在准备自己的羡慕之作 孔雀舞 韩文提议里面有没有片段 可以搬上春晚舞台 杨丽萍得到了提示 于是劝之恋诞生 杨丽萍再次以据点的大背头 虽然一年一度的春晚仍在继续 但是很多人却觉得年味越来越淡了 也许是时代在发展 但是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